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一代版本一代神,很多英雄都在不断的调整 之前版本的强势英雄也许过几个赛季就变得很弱势 甚至还会淡出玩家的视线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王者峡谷最没存在感的英雄,一起来看看 第一位,沈梦希 沈梦希刚上线的时候人气爆棚 可爱且有点毛绒感的他更是俘获了不少玩家的心 当然那时候的他输出非常爆炸,不过好景不长 经过一次调整后,他是一蹶不振,跌落神坛 慢慢的淡出了玩家的视线 第二位,老夫子 老夫子其实是超强边路,带有减身的同时还带有真伤 同时还有大招的捆绑和一二技能的减速控制 实际上老夫子对线完全不虚 之前大日的疯狗点尾也不敢和他硬碰硬 但现在控制和爆发强的英雄相比起来更加受欢迎 再加上新战士不断出现,玩老夫子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第三位,马可 马可出现在KPL上一般是作为打野位 被动带来的真伤加远距离攻击 灵活的位移让他完全可以秀翻天 不过新版的野区改动,刺客回归野区 让马可这个昔日的打野一哥存在感直线下降 不过最近稍微加强了些喜欢马可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其实在王者峡谷,试者生存很正常 现在没存在感,慢慢淡出视线 说不定以后的哪个赛季就突然回归了呢? 各位小伙伴觉得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